港人勇敢抵抗中共政權反送中半年也打動了許多人 一位日本教師近日來到了香港 原本打算旅遊看到港人為了爭取民主持續抗爭深受感動 他在街頭煮日本咖啡免費提供給路人 表達他對港人的支持和建議 週一 香港街頭出現了一位日本人的身影 他頭戴紅帽 身上的T恤寫著免費咖啡字樣 站在簡易自行車售貨台旁 鮮熟的製作著咖啡 36歲的日本教師西川正澤 原本打算來港旅遊 但看到香港的現狀 內心受到觸動 臨時決定要用自己的方式支持港人 他選用的咖啡是從日本帶來的 希望給港人帶來溫暖 鼓勵他們繼續抗爭 許多港人前來品嘗咖啡 與他合影留念 並留下感謝話語 他專門來這裡為每一個香港人送一杯很溫暖的咖啡 我想很多人來不是真的貪去那杯咖啡 而是因為他的那種心 售貨台旁還立著一個牌子 上面寫著了解了香港最近的局勢 我感到很傷心 我從日本給香港人帶來了咖啡 希望能溫暖每個人的心 給每個人帶來幸福 這是免費的 請享用